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在此收看虎夫汽车的变形机刚分享的时间 这是我们1604集 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做大红风系列的这个玩具 编号是SS第95号 后面叫的BB两个字 但是SS目前的话只推出到93号的样子 那我顺便先讲一下这个好了 上一期的话我们提到说它的侧边合不拢 那有网友留言说多变几次就会合得拢 那真的多变几次之后它就合拢了 这个不禁让我想到NPM04 Atmos Prime 我变形了大概50次之后 它就能够完美密合了 这个显然是经过多次的变形之后呢 把这个塑胶 把一些轴都给掰正了 它就恢复了正常 说起来也是挺奥妙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一次Bone Crusher它的载具形态 那么这台扫雷车呢在现实中呢是存在的 那么这种扫雷车的话呢 是一种战场上所使用的 首先的话呢它身上有非常厚重的装甲 那么它身上的细节呢 各位如果你去看的话呢会发现呢 它其实扣除了玩具本身的接缝之外 它并没有过多的这种细节的呈现 因为它大部分都是整块大钢板 形成它身上的防护 那它身上的每一个玻璃 都有相当高强度的防弹的功能 以及呢各位呢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的这种散热口 还有侧边这里的散热口来讲的话呢 都是百叶窗式的 这个都是为了防弹的需要而如此设计 那么这种扫雷车呢 你看它的一个车身的长度啊 以及它这个车身的这个窄度 你会发现呢它的整体的车辆呢 是偏纤细的 那这种偏纤细的情况下呢 这种车辆如果高速这样子去回转的话 是比较有可能去翻车去翻倒的 那还有一点 就是呢如果你从它的一个底部来看的话呢 再配合侧边的形状来看 你会发现它的车辆啊 是这样子一个V型的一个结构 那这种结构的目的呢 是在于 它是一台扫雷车 它在有地雷出现的地形里头 你难保不会旁边有地雷 你没有反应到 那一旦地面上有爆炸的时候 这种属于一个V型的这种设计 减少了它从地底下 地雷爆破的冲击的 这个覆盖在它车身上的面积 所以可以有效的防止它被地雷炸翻啊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还原到真实车辆的一个形态 那么这种车子的话呢 很大也很高 各位能够看到后面有一个类似于是阶梯的东西 人爬上去的话呢 是必须要大概有一个人的高度 这种车子的话呢 估计里头呢 应该是能够承载10到12个士兵在里头作战的 那它的一个后照镜啊什么的 也都做得非常的大啊 这个是提供它里头 因为它里头的车子里头的视野 其实并不是很好啊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它前面车头 这么长的情况下 这样子的比例 这种在里面的驾驶员 其实你能够看到前方的 这个范围其实并不是很多的 那么我们回到节目里头 有提到说 这是一个Dipseticon的一个家伙啊 那么呢 在SS的时候呢 它有推出了原色的版本 那它是一个狂派的人物啊 但是当年的这个SS 应该是33号的时候 却没有狂派的标志在它身上出现 而这一款NEST配色就有趣了啊 NEST是美军一个专门清扫狂派 的一个特殊部队 所以它这个地方有一个 博派的一个标志 NEST特有的标志 包括上一期这一款 Roger 以及呢 它在更早一款呢 有一个Bumblebee吉普车 它这里一样是有一个NEST的一个配色 所以它有三款的NEST的配色 那好啦 差点扯远了 这个 这个明明是狂派的人物 但是身上却印的博派的标志 但这并不代表它已经变成好人了啊 事实上它应该已经死掉了 已经被OP给干掉了 但是呢 这可能不管 Anyway 它这个设定就是怎么样 玩具本身是有一个隐藏的小彩蛋 也没有说多隐藏 你稍微留意一下 就能够看得到 在这个轮胎的这个位置这里 是有一个狂派的小标志在这里面 而这个狂派标志的侧边这里 还有写的 一排由阿拉伯数字跟英文字母 拼凑成了一段小句子吧 那虽然 不用我解释太多 各位光看画面 你就可以想象得到 它的原文应该是 All Hell Megatron 就是密卡登万岁 微整天万岁 所以说 这个人物的话呢 它还是属于狂派的 而且身上是同时有着 博派跟狂派标志的特殊 应该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款配色 可能吧 除了双面人吧 可能还是怎么样 应该很少有玩具 可以同时身上有两个派系的 那么这个玩具的滚动性 其实并不是很好 不知道是我没有变到位还是怎么样 包括我之前的33 我轮胎的滚动性一样 不是做得非常的好 那么这个是属于SS的模具 它的这个扫里的这个耙子的话呢 比起07年的时候的那一款旧的DELUX等级来说 可以说是长度上加长了非常的多 当然它是从DELUX升级成一个Volge Class 本来体型就有加大 那它的一个关节也变得更多 那最主要的呢 还是它这里啦 不再是像07年一样 是一个可以拆掉的扫雷的一个耙子 它整个是完全是一个造型 全部都有锚钉呢去把它给弄起来的 那它的壳动也比较多啊 这里本身可以动 还有这一处是一个转动的关节 这里可以上下转 耙子的话呢 本身两侧 那最大可以这样子打开 这边也可以折下来 包括上方这个部分 都是可以去做一个这样子去变化的 这样子把前方的这个地雷给铲除掉 那铲出去之后呢 就往后面丢了 至于炸到谁 那就不管了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个BOMIC CRASHER的变形过程 首先的话呢 这个车子的后方这两个地方 把它给解开来 那这里的话呢 如果你扣得太紧的话呢 可能在掰开的时候呢 会比较吃力一些 那整个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的话可以把它的这个部件给松开来 然后整个这个下半身给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的话呢 从这个轮胎这里 把它给交打平之后 推到前方来 那这里就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Oh hell megatron在这里 那这里是样 先把脚稍微抬平一点啊 狗撒尿的一个动作 放下来 那这个时候呢 建议各位转到这边来看 因为这里才是机器人的正面 我们做一个外摆内收的翻折 这块部件推到后方去 它有一个卡扣会扣上去啊 膝盖稍微折一下吧 然后这里一样 外摆内收 做一个翻折 膝盖转一下 这个部件往后面推过去 推过去啊 好 那么腿部到这里 上半身的这个手 我们先把它给完成啊 两侧把它给拉开来 拉开之后的话 到这里啊 记得是往两侧翻开 翻开 那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稍微这样推一下 把这个部件给推出来 这里折进去 这里也是一样 稍微推一下 破坏一下它的结构下来 好 两侧的手臂先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头给翻出来 头的话呢 翻出来之前呢 先把这个部件往后面推 推到整个后方去 然后呢 这个部件就往上翻上来 整个往上翻 翻到最上面啊 这跟上面这里做一个密合 再把整个下半身这样子扣过来 这个整个部件要推进去 它会卡到 好 那这个很没有节操的东西啊 就摆在这就行了啊 好 那么呢 这个时候把手臂做一个旋转 然后把胳膊整个给放下来 到这里 这也是一样的 翻转 整个胳膊放下来 到这边 好 到这里啊 基本上呢 变形已经算是差不多完成了 那最后的这个扫雷的这个耙子的部分呢 应该是这样子转下来 然后 放一个方向啊 不对 转到这里 然后往上折 这个的话呢 这个扫雷的这个耙子 在机器人状态下 怎么放各位可以批女哥能喜好 就放不行了 然后头顶的这个像宁采成的这个盖子啊 这个突然呢 我想到这个G1的这个Bond Chrysler是不是啊 这个轮式铲车还是推土机 头上摇星也有类似这种东西 对不对 我们来看到它的机器人的形态啊 首先它的造型非常的有外星生物的感觉 那么手臂的长度呢是远远超过于腿部的 然后背包的部分 它的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扣紧 单纯平一个关节往下放下来 基本上稳定度往上推是会晃了啊 但是平常这样摆已经非常的OK了 那身上也没有什么偷胶的部分 那甚至于说非常的有机械生命体的感觉 应该说就是很像机器人了 不过以电影系的玩具来说 这一代的细节还是稍显的单薄一些 然后这里刚刚呢提过 再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这个All Hell Megatron 就在它的一个手臂上 然后非常讽刺的呢 是旁边就是Nest的一个标志 那它身上的关节的话 以我手上这一款 基本上呢比起SS33的话呢 我感觉吧 是有稍微变得松一些些 但是不是说非常的明显 而在机器人的对比情况下 如果说载具的话呢 我会觉得Nest的配色比较OK 但是变成机器人之后 我反而觉得原色版本 似乎更好看一点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电影的 这个情怀电影的画面 给我的冲击太强了 所以我会觉得 好像这一款的配色 应该是更加的优秀啊 在机器人的情况下 好像它的颜色都太过于接近了 这个就是很多人在看 比尼金刚电影的时候 他说他搞不清楚 到底狂拍的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甚至哪一个狂拍是哪个人物 根本就分不清楚 因为都是灰色的 全部装在一起 你也分不清楚 谁是谁了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利用一点时间呢 把这一款来自于大黄蜂系列 Nest的配色 Polumn Crasher给做完了 那各位已经看到了 这里有一个飞轮衣冠 还有先前的大黄蜂的这个模具啊 也是有被重图成了一个Nest的配色 这三个的话呢 应该是目前已经推出的巢穴配色吧 未来还会不会陆续推出的话呢 其实我个人还是有点期待了 尤其是以载具形态下呢 这三个家伙一字排开时非常帅气的啊 那当然这个家伙是个内建 说不定他会故意开在后面 然后用他的扫雷爬 把这个前面两个家伙给干倒 也说不一定啊 那么以配色来说的话呢 刚机械的对比的时候 我已经提过了啊 在这个时候的状态下 他的分色不如原色来的好看 那他的车型下呢 有一个密合度 不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缺点 当然这个车型的密合度不高 是从33就已经拥有了 那这个模具的话呢 他还有一个摸起来 把玩起来 一段时间手指都会疼痛 所以他的倒角处理来说 可能并不是非常的优秀 以官方的玩具来说 这种毛病呢 是比较少见的 那今天的话呢 就利用这个时间 把这款玩具给做完了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各位啊 那这个配色 你喜不喜欢 这个就看个人的选择了 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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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